接下来麻烦董德老师 介绍一下本次会议的两位嘉宾 首先非常欢迎刘静波老师 应该说是我们第六奖今年的收官之作 可以说刘老师只要是对流行音乐 有一点点的 别说是研究 一点点的兴趣 很难没有读过他的著作 应该说我问过刘老师 他说大概有50多本 我印象当中好像几乎得摆一步了 就是在早期20年前左右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几乎是填补了国内所有的空白 虽然我们在搞学术的时候 不愿意说填补空白这个词 有点极限 但是实际上的效果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刘老师几乎从流行音乐当时国内在产业上还不成熟的时候 那流行音乐教育就更加滞后 处于一个模仿与彷徨的阶段 刘老师给了我们所有的流行音乐的启蒙 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种在流行音乐学术界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学生是抛砖引玉的来请到游静波老师 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学术圈子 应该下一次弄一个关于游老师著作的一个讨论会 因为他确实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流行音乐学术圈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 也为了我们这个学术做出了很多贡献 但是游老师的这种著作率 这种对于几代流行音乐人的这种培养 这种启蒙 我想这个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我记得我早期的时候还作为游老师的一个热心的书迷 那个时候有email 我还看了他的书之后跟他有联系 后来我们通过会议认识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好像见到了游老师就见到了我步入流行音乐的启蒙期 步入流行音乐的那种冲动 那种彷徨 那种不知道流行音乐到底是什么的那个时候 是读着游老师的一步又一步的著作做过来的 那我们学校的学生有很多不是音乐专业的 他们有听到说要请游静波老师来 他们都很震惊说 老师你请得来吗 游老师的书 那我们经常看 尤其他们搞乐队的 玩编曲的 玩风格的 那我看到了我们现场的是游老师的粉丝吗 再给我们点赞 现在都点到58个赞了 不断再点 好 那再点我就再介绍一会游老师 再占用点时间 所以我想游老师 大家看到游老师虽然从画面上看很年轻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已经是深耕了 已经是深耕了 我记得游老师最近好像几年好像是不太可能休息了一下 但是好像我记得是跟浙音的旁龙老师也出了一本书 最近也在弄 所以我想呢就是对于流行音乐的贡献 我想游老师一定是不止于此的 另外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书 相信谈到流行音乐无论是在哪一个环节 游老师都是信手拈来的 所以之前我们也在沟通说讲是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 因为只要流行音乐这个领域的话 游老师都很有发言权 后来我们就共同商榷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 一方面呢是我的研究生正在做这样的一个选题 我也有一点点私心 另外呢就是这个主题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学术热点 就是我们作为国内这种研究的话 如果不聚焦到这样一个主题上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是五本之木的 所以就是还是希望游老师从你的这个丰富的学养当中 给我们阐释如何建构这样的一个体系 然后如何呢去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种新的前沿的 这样的一种思绪 因为游老师现在也是长期定居在美国 也是作为高端人才定居在美国 所以我想呢就是给我们一些更前沿的 关于美国流行音乐的一些心得和这个资讯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关于游老师呢我就不细读他的简历了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心里 如果要是你使劲的去读一个人的简历 说明这个人没有名气 我们只要说游静波老师 游静波三个字就可以了 那王清老师呢 我也不需要过多介绍 因为首先呢是在我们中国的文艺学圈子当中呢 王清老师也是读书一致的 然后在我们学院的大文科的这个发展背景下 王老师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也是我们中国语言文学 甚至是整个的这个文科的头号专家 王老师呢不光是在文艺理论上有建树 深深爱着音乐 尤其是我到了邝大以来 也偏向了流行音乐 对流行音乐是很热爱的 所以王老师一听说游老师要来讲 王老师几次拒绝 说你看我不是演唱的 不是音乐体系的 我怕我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王老师是谦虚了 因为这个树也许会有问题 但是道一定是相通的 我相信王清老师今天一定会给我们有精彩的这种对谈 那么现场的这些观众也是非常有福气了 能够听到两位教授的这种隔空对谈 我看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今天真的很热情 赞都点到了400多了 看我们能不能点到上万 太热情了 肯定是欢迎游静波老师 一定不是我 好 其他同学也是如果在直播间 抓住这样的机会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分享出去 因为游老师现在也是很少出席这些官方的 或者是这个公共的场合了 对于他来说很多东西不需要了 但是很感谢游老师能给中国跨越大学留音中心 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开始聆听吧 有请游老师开讲 好的 谢谢董老师 今天邀请我过来做这个讲座 我也是非常高兴 能够跟同学们一起交流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 其实后来我也想了一下 我说我们应该叫中国风格流行音乐 历史现状于未来 之前我是讲叫华语流行音乐 中国风格的历史以未来 后来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因为华语音乐 我们可能把它局限在了 有语言的歌曲上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 不仅仅是歌曲 是音乐的一个大范畴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题目的今天改成 叫中国风格流行音乐的历史现状于未来 这样的话我们更拓展一下我们的范围 我是想从两个层面 其实我们今天是从一个是从音乐的层面 第二个是从文化与精神这个层面来谈 但是文化与精神层面 可能我们不会谈太多 怕犯错误 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但是音乐层面上我们是可以更深入的去讨论这个问题的 首先我们今天要谈到中国风格流行音乐 就是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中国风格流行音乐 其实我们很多人经常会想 就是中国风 其实简单的讲 其实就是中国风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风被周杰伦给占用了 被周杰伦跟方文山这两个人给占用了 所以说大家现在对中国风的认识 调入了周杰伦的陷阱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首先我们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所谓的中国风格 所以说我后面加了一个风格 实际上中国风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为了避免我们再从这个陷阱里面出不来 我们还得去解释这个怎么回事 所以我就把它叫中国风格 中国风格实际上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它的定义 就是基于流行音乐为基础的本土风格 然后是民族风格 传统风格 然后包括中国风 古风 以及我们在乐器 乐队领域我们可以听得到的 比如像New Asia 或者是更扩大的 世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所以说这些我刚才讲到的全部都跟中国我们的传统民族音乐风格是相关的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风格的拓展为叫中国风格 这是我首先对中国风格的一个定义 然后我刚才讲到我们从音乐层面 音乐层面我一会会从历史现状跟我们的展望三个角度来谈 然后文化与精神层面 实际上就是这个是涉及到我们的中文表达 中文表达 因为我们的华语歌曲 这可以讲到的华语歌曲 华语歌曲的话 其实就在于中文表达 就在于音乐的思想性跟思想表达问题的 这个我简单的提一下 其实就是我曾经跟很多朋友聊聊天的时候我聊过的 我们都知道在音乐领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流行音乐领域 非常著名的大师级的人物叫Bob Dylan 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音乐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很多人都在研究 但是我其实我的观念我的概念的是 我说其实研究罗大佑的意义可能要高于Bob Dylan 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因为罗大佑是中文表达 就从文化跟精神层面上 它是基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 就是我们讲的 但是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太展开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现状 我刚才已经聊到 先聊一聊我们现在的当今的状态 现状我们对于 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中国风格的一种认识 我们现在可能是陷入了一个狭义的中国风格的一种认知 当然了这个是跟周杰伦在这20多年来一直每一张专辑里面都有这么一个风格 都有那么一首歌出现这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当然大家知道现代流行音乐 像周杰伦这样的一个巨星 他其实是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媒体宣传这样的平台 然后再加上方文山在歌词上文化上的这样的一个助推 这两个人其实把这个领域其实就给占领了 大家认为中国风就是这样的 包括后面再出现的许松也好 还是包括我们今天所有人很多听到的所谓的古风 或者是中国风 都似乎有一点在走 完全在复制周杰伦 这样的一个路线 就是我们现在主流的中国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今天的讲座 我们的意义可能我试图想达到 让大家从这样的一个中国风的概念中跳出来 因为我们一会会从审美的角度 最后我们会从审美的角度来谈 我先抛出这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我们对音乐的审美 我们可能有三个层级 最早可能我们最一般的人对于音乐的层级就是观能性的 就是我们比较感性认知的一个层级 然后再上升到情感层面的 然后再最高可能是我们通过观能跟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一个基础达到一个理智的去审美 其实我们对于中国风格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审美 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作为研究来讲 一定要把它扩展到一个理智的 基于我们中国的这种民族文化 跟我们身份的这种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对于音乐的认知 流行音乐的认知 其实还很多都停留在观能的阶段 然后稍微感受好一点的到了一个情感阶段 就是网络歌曲 你看现在的抖音上的一些网络歌曲 能火成这样 其实这个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观能性 因为它很愉悦 它很悦耳 非常非常悦耳 其实就等于是到了这样 只是到这样一个层级 所以说明我们很多的大众的这种审美 可能还停留在一个初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阶段 这个我们一会再展开来讲 所以说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 我是有一个建议 今天之所以选这个话题 我觉得刚才董老师也提到了 我们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 一定要 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流行音乐 我们基于流行音乐 然后最后的根本 我们要回到我们 就是华语流行音乐 或者是中国流行音乐的最根本上来 我本人的研究 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绕了一大圈 我最早是先 我是2002年出的第一本书 叫西方流行音乐 西方流行音乐简史 我最开始是一直是研究 其实是在学习 说是研究 其实是在学习欧美的流行音乐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因为流行音乐来自美国 来自欧美 就是说我们先搞清楚流行音乐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研究 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再去做研究 所以说我的现在的建议也是 大家在做流行音乐研究的时候 首先也搞清楚 流行音乐的本体到底是什么 当然这个东西你绕不开 西方欧美的流行音乐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概念 中国风格的流行音乐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首先我们要基于 就是这样的一个 pop music的一个专有名词 我们去做的一个展开的一个话题 而不是 就是我们不能把这里的流行 当做形容词来看 这样的话 这个概念就被放上了 好 很多人经常会说流行的音乐 就是流行音乐 当年的什么抗战歌曲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红歌 都很流行 你看这多流行 这都是流行音乐 我觉得这个概念有需要讨论 当然那个是流行的音乐 跟我们今天我们那么多人 我们在讨论pop music 就是popular这个词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话语语境中 流行音乐是一个专有名词 这个流行音乐它是基于美国大众音乐为基础的 这样的一个音乐语言体系 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音乐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搞清楚了 所以说我们就我们的研究就已经有了根了 但是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音乐语言 但是我们最后我们研究 对于我们华人有意义的 那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研究上来 回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上来 这个研究才有意义 我们研究再多欧美的流行音乐 其实我觉得那不叫研究 那叫学习 你想通过研究欧美音乐 你说我研究美国的流行音乐 你说我研究blues 研究爵士乐 你想超过美国人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或许有吧 但是我觉得不太大 就跟一个老美 一个蓝眼睛长鼻子的高鼻子的一个人 你说我要研究进去 然后我想打扮你们中国人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就是说 可能或许可能会有 但是可能性还是比较少 所以说我们对于西方音乐的这种认知 我们就是学习 学习它了以后 就相当于我现在说的这个概念 我们要基于流行音乐的语言 来讲我们 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 是这个意思 什么时候流行音乐语言 首先要搞清楚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音乐本体的问题 流行音乐它跟古典音乐 其实有很多体系上的区别 但是这个区别 很多的东西是交叉的 有共性 有差异 其实在美国反而分的没那么清楚 音乐它其实就是音乐 只不过就是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 爵士音乐 可能它就是一个基于一个同样音乐为基础的 三种不同的 几种不同的这种表现方式而已 可能体系它有点不太同 但是我们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我们把古典音乐 民族音乐 跟流行音乐 切割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也导致我们现在造成这样的一种认知上的 对流行音乐 跟古典音乐 形成甚至有时候形成对立的这样的一种概念 其实它不对立 很多东西是有共同性的 所以说我们要基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感觉好像我们要给外国人讲事情 我们把我们中国的音乐传向世界 让大家认知 那么我们先要用大家国际通用的语言 用比如大家听得懂的英语 一种共同大家能够接受的一种语言 来讲我们的事情 所以说流行音乐的语言 就是大家手写要搞清楚的 它在节奏和声 包括演唱表演 以及它的对音乐的一种审美标准 大家要在这样的基础上 以及接受认知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好 然后我们在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加入我们的中国元素 这个语境就对了 我们的基于流行音乐的研究 然后再基于我们的中国传统 中国民族的这种文化 这样的研究方向 我觉得我们就找到了 所以说 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们最后归根结底 要回到我们中国的音乐上来 中国元素上来 好吧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 我先抛出一个大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从今天会从历史 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三个角度 我们来谈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历史 我的歌 由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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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用一身的感情写进来